你曾想過與AI機器人真正交流甚至產生感情嗎 Hello I'm here 目前為止我們所擁有的機器人 已經可以自己完成像是搬東西送貨 甚至經營工廠等簡單指令 不過這些指令都還是由人類發好施令 但是自從AI聊天機器人Chap GPT問世後 具有超速學習能力可以回答人類各種問題 人們不禁開始思考如果Chap GPT也實際有了身體 會是什麼體驗 可能會像他一樣 機器人蘇菲亞具有人工智慧 視覺數據處理和面部識別功能 不僅可以模仿人類的手勢表情 繪畫交流也沒問題 我真的想要有一個機器人 可能你的機器人和我的真正的雞人可以玩 隨著生成式AI的出現 現在已經有科學家嘗試讓Chap GPT控制機器人手臂 操控機器人不再需要英文程式碼 簡單的對話指令就能教他 只不過這樣的發展對人類來說或許並非全是益處 俄羅斯去年公布一隻機器狗身上 背有PG-26反戰車火箭發射器 隨時就能對準目標開槍 恐怕變成戰場上的新武器 外界擔憂的是一旦懂得辨別事物 懂得自主學習的AI機器人 學會了使用軍武那麼有一天 電影《魔鬼終結者》機器人與人類大戰的情節會不會真實上演 我不是機器人 我不是人 就怕聰明的AI造反一發不可收拾 現在已經有五家機器人公司簽署公開文件 反對機器人軍事化 也呼籲未來各國政府必須建立準則 防止有些人士以不正面的方式利用機器人 多學王聖博另外一報導